5月25日 星期二得道 早安 我是新聞報道員 小碧 天線得得比這件事引起很大的迴響 大家也很留意這個城中業劃 它這個KKPLUS 的股票不跌反升 旺角朗豪方又和整跌1.8米高的天線得得比公仔這件事 家長賠償要3萬元那麼多 引來全城業劃 KKPLUS 的母企海茲勒2122 昨天早上曾經最高見0.285 最新報0.28 升了83% 成交額達241.8萬 攝氏的玩具店KKPLUS 事後發出澄清的聲明 它就說賠償這件事由市主主動提出 在雙方同意之下徹底解決 有關大型擺設就是手版印刷原型品 官方預售價格是52800港幣 並沒有收取多於這個產品的售價 而這個擺設只是作觀賞之用 並沒有承受壓力的暗性 但這間店鋪會重新檢視所有擺設的展示安全 對於這件事為雙方帶來輿論壓力 這間店主會主動聯絡市主更進事件 至於海茲樂是LEGO中港代理商 直至去年年底轉規為盈 錄得擁有人應尖的盈利134萬人民幣 收入按年增加14.7億 增幅6.9% 毛利制6.13億 按年增加21.8% 這間公司其實在零售行業的渠道 收入增加9%至11.6億 當中零售譜收入增加16.7%至7億 對於這個小孩撞跌公仔事件 引來許多人的討論 許多家長都問 如果遇到類似情況下應該怎樣做呢? 他們更關心小孩會否因此而夢想陰影 及創傷後遺症? 有心理學家者認為 小孩見到這種情境覺得很害怕是正常反應 家人應該要自我保持鎮定 安撫及疏悼小孩的情緒 千萬不要什麼都不問就側向一邊 無論向小孩發爛窄還是怪責店方 另一個心理專家說 家長應該教導小孩向店方道歉 並且應該向店方解釋 以便給小孩有個榜樣 看見別人如何代人致密及是非對錯觀念 與店方的相關交涉亦應該私下處理 這個標價52,800元的黃金天線DW公仔 在玩具店KKPLUS 跌碎的照片 在網絡上封存 除了責任應該是哪個問題 及陪同不陪的爭拗之外 兩個小孩外外地看著這個喇喇情景 亦叫人非常心痛 根據攝氏家長鄭先生 昨天早上就說 大兒子事後僵很害怕 完全沒有動作 站在頭頭睹睹地看著公仔 後來曾經三度反覆問他 為何公仔那麼恐怖 而臨床心理學家張傳義說 家長遇到同類事件時 緊張、警方或擔心都在所難免 但首先要穩定自己的情緒 並向子女展現事情可以解決的態度 以便確保每個人都沒有受傷 不要只見到他說他不對一味發爛 可能也未必關他的事 之後才與店方交涉責任的問題 張傳義繼續說 小孩覺得很害怕是正常反應 家長應該觀察他的言行 以及鼓勵他表達情緒 以便對症下藥 不要只說沒事的沒事的 要聆聽小孩表達他的情緒更重要 可以透過選擇題的方式作為提示 引導他表達感受 亦可留意他不是言語的情緒表現 例如畫畫或砌織木時有沒有異樣 家長事後亦可與子女分析事發的原因 從中吸取教訓 面向未來 究竟自己是否多手呢? 是否走得太近呢? 還是不小心呢? 將來再發聲時可以怎樣做或避免呢? 令他更有可控制的感覺 覺得公仔沒那麼恐怖 其實他繼續說 最差的處理方法就是 甚麼都不問便站在一旁 直接罵兒子 或覺得店鋪不對 不問情緒是最不理想的 至於與店方交涉賠償或作出任何法律行動時 家長可以私下處理 亦應避免在子女面前過度斥責對方的不事 例如說一天都是玩具譜不好 無為好過為難等等 面得小朋友混淆視聽 或以為以後一旦出現問題時 可動一點就用法律途徑解決 或面除責任 因為這也是有長遠的影響 始終涉及的是是非對錯 他有提及到小朋友出現適度的驚慌屬於正常反應 如果小朋友事後出現持續的情緒不穩定 例如失眠 無胃口或情緒低落等等 是會有機會幻想創傷後遺症的 下一單新聞 武漢肺炎玩到快尾聲了 但其實現在有另一件事在爆發 另一件事叫喉豆 喉就是喉子的喉 豆就是水豆的豆 全球武漢肺炎其實是未平式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今個月將歐美多個國家再爆出死亡率最高的達一成的喉豆病毒 來勢洶洶隨時攻入亞太區包括香港 形成另一個新疫症的威脅 市民防疫無得休息 世衛最新數顯示 最少已有19個國家通報130宗個案 及100宗懷疑個案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亦指 歐洲的喉豆傳播事件不尋常 初步發現這個症狀其中一個傳染途徑 懷疑就是南南性接觸 中心已發信去全港醫生 呼籲前線醫生關注這件事 體症時發現患者有疑似確診症狀 出現特定病徵例如有發燒、淋巴核狀大等徵狀 需要情報 有傳染病醫生認為 喉豆病毒雖由人速傳播變成人傳人 但這個徵狀傳入香港的風險仍偏低 議員便促請港共政府提高警覺及及早防範 以免公共衛生再遇到新的威脅 後多病毒已知的傳播途徑 有人類體液之外 還有多種野生動物 例如某些靈長類動物、獵齒動物和蟲鼠等帶有這個病毒 如人類被咬傷或爪傷或直接接觸它的體液 都可能會受感染 由於老鼠屬於其中一個獵齒類動物 香港鼠患問題嚴重 更是大鼠茂乾多發的地區 加上美國曾經爆發由土撥鼠引起的小型社區感染 因此嚴防猴鬥已刻不容緩 猴鬥病毒主要在非洲流行 最早出現在光果民主共和國 今年1月至5月 該國家累積錄得1238宗個案 由57人死亡 死亡率大概0.5% 接力爆發的歐美多個國家情況亦令人擔憂 比利時早前通報3宗病例 並宣布患者要自我隔離21天 成為全球第一個實施防控措施的國家 葡萄牙和西班牙都錄得21宗至30宗個案 英國更出現社區傳播 最少錄得有56宗個案 其中一個幼童在倫敦一間醫院深切治療部留意 美國疾病管制及預防中心CDC亦證實 這國家有1宗病例及4宗懷疑個案 新政隨時內襲 而香港由月初開始放寬非本港居民入境限制 截至本月23日已有3000個人 經機場及各個口案入境香港 雖然他們必須隔離7天 但喉鬥潛伏期皆伏5至21天 通常6至13天 所以不排除染疫者完全隔離後走進社區 仍有機會感染其他人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首席醫生歐嘉榮表示 他認為歐洲十幾個國家的喉鬥傳播情況不尋常 因為過去感染病毒的人多數去過中非或西非 或與動物曾經有接觸 但近期的肝案絕大部份是沒有旅遊使用的 患者大部份都是年輕男士 而且是男男性接觸者 懷疑是經他們親密接觸而傳播 中心要求全港醫生看症時 如果發現患者有疑似確診的症狀 出現特定病徵 例如發燒、淋巴或壯大等 或者他們曾經到過有受影響的地方 都需要向中心情報 有需要時中心會調查 及要求患者入醫院接受隔離 感染及傳播病患的專科醫生 林偉雙者表示 喉鬥就是病毒性傳染病 感染後一般會發燒及肌肉酸痛等 之後便會出現皮疹 這些皮疹便會被水糾大 亦會掌滿全身 因此全球只有百多宗個案 數據非常有限 但喉鬥由過往的人速傳播 變成可以透過男性同性接觸的傳播 的確有奇怪的地方 即使香港已開放海外人士入境 但人流亦遠低於疫情前 所以傳入香港的風險比較低 在其印象中 香港未曾出現過喉鬥個案 而美國在2003年曾出現 由土撥鼠引起的小型社區爆發 除非香港突然引入土撥鼠 否則會像之前經倉鼠帶入武漢肺炎 而引致社區感染的機會是不高的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 曾祈恩認為 現在確診者多數是曾與同性發生性行為的男性 不需要針對有厚道個案的國家 稱一式實施長時間的入境隔離措施 厚多病複前複期長達2至3個星期 死亡率大概10% 或者需要隔離資料 所以呼籲市民避免接觸野生動物 特別是靈長類動物和捏齒動物 就像蟲子一樣 家庭醫生說 現在歐美正在爆發猴鬥病毒 加上香港已開放海外行班 形容猴鬥遲早會殺入香港 醫生可用抗病毒藥物 或以治療天花疫苗作為診治方式 但猴鬥的傳播途徑 與當下流行的武漢肺炎不同 預期出現大爆發的機會也不高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指出 市民去過受猴鬥病毒影響的地方 應採取預防措施以減低受感染的風險 避免與染病的人或動物接觸 在照顧病人或處理動物時 要穿戴防護裝備 並完成後洗手 徹底煮熟動物產品才進食 如果有任何病徵應及時就醫 下一宗新聞又是黑警的惡痕 昨天和大家數黑警在2022年做過什麼 今天又有新一宗 又一群黑警中環站偷拍女子裙底 她的同袍揭發並且將她禁地制服 中環發生涉及黑警的風犯案 在昨天下週接近2時 鐵路警區特遣隊人員 在港鐵中環站巡邏期間 發現一個男子在扶手電梯上 用手提電話 透映一個29歲女子裙底 根據了解 特遣隊人員由中環站跟著這個疑犯 去到國際金融中心騰人天橋時 上前張記截停 經調查後 這個男子涉嫌 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被捕 現在正在被調查 交由中區警區重案組跟進 消息指出 疑犯是一個黑警 事發時放工 警方表示被捕的男子姓蛇 28歲是一個黑警 她將會被停職 黑警發言又重申 黑警非常重視人員的操守 任何人員干犯違法的罪行 警隊絕對不會容忍及姑息 必定會嚴正處理 這句話真是聽到厭了 天天都有黑警做壞事 天天有人走出來繞 意證嚴遲說他們非常重視人員的操守 不會姑息地說 事發時有徒人拍到現場情況 見到疑犯被四男一女壓在地上制伏 大批徒人駐足為觀 接著來單新聞關於英國的通脹 你們在香港覺得買東西貴不貴呢? 之前大家移民到英國 很多人都說英國買東西很便宜 但現在就開始不是這樣計算 據英港人說 廁紙、雞蛋多次加價 植物油短缺需要靠兩招省錢 英國通脹惡化 4月消費物價指數 CPI更加愛年急升9% 有居住在倫敦的香港人表示 當地生活必需品普遍大幅加價 其中雞蛋兩個星期內加價一成 次子一個月加一次價 電費更加一下子加50% 擔心通脹持續 她表示會盡量少出去吃飯 少去旅行 並且會用兩大方法省盡火食費 這位在倫敦的香港人陳小姐說 這裡的通脹很厲害 許多款日常必需品經常加價 她舉例說一盒15隻雞蛋 兩個星期內就有1.15磅 即大約11.3港幣 加至1.29磅即12.7港幣 即加幅超過一成 另外俄烏戰爭爆發後 食油售價就開始飄升 加上烏克蘭原本是植物油的主要原產地 近日倫敦多款植物油都沒有貨了 超市只能買到由意大利等地方出產的橄欖油 而廁紙就一個月加一次價這麼多 一袋18卷的廁紙早前已由4.89磅 即48.1港幣 價格到4.99磅 即49.1港幣 今星期再到5.19磅 即51.1港幣 其他日常洗費方面除了地鐵、巴士等車費 近期都加價外 電費上個月更加一下子加了50% 你是不是都覺得很誇張呢? 幸好現在天氣開始回暖 近一個月就不用再開暖氣了 可以減少電費開支 面對市民對於通脹不滿情緒 當地政府宣布 一個月之內會退還150磅的council test 陳小姐認為都幫到少許 他就說自己都算幸運 因為自己做飲食業 公司有提供火食 幫他省了許多火食費 即使要買菜 都盡量去到超市 2磅減價專區買東西吃 他就說自己一個人生活 支出容易控制 但都經常聽到有家庭的朋友在身上 近期花多了許多錢 不過對於通脹或會持續一段時間 陳小姐表示我當然擔心 其實很難應對 廁紙、油這些都是必需品 很難避免 我現在少點外出吃飯 少點去旅行 他就說公司最近在收集員工意見書 很多人都反映需要加薪 對於英格的洗費加了價 小碑也有些感想 其實在交通費方面的確加了 之前我可以買到一個package 就是五天任答的巴士飛 當時的五天任答 他就是可以用兩個星期 但現在一個星期就過期了 變相就逼你要用 以及價錢也貴了很多 最大影響的絕對就是電費 因為其實格拉斯哥 現在這個moment 是不熱的一點 我還是要穿長袖衣 還要穿厚身的長袖衣 我在家 如果工作的時候 我還是要開暖爐 晚上我依然要開電暖煎才睡覺 我這樣用電一個月都要給90磅 如果不貴 我就覺得我加上所有的開支 連中屋費用都不貴 比我在香港生活 因為我在香港生活 我真的經常出街玩 很多飯局 飯局已經去了很多錢 亦在香港 花錢的模式不同 花很多錢去買衣服 買更漂亮的袋子 鞋子 亦給很多錢去做頭髮 做facial 但來到這裏 這些洗費就完全沒有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把自己的開支 寫一個列表 我在香港的開支絕對是大 在英國 今天的新聞就是這麼多 大家覺得我聲音有沒有進步到少少 其實我好一點 我已經生病了 今天是第七天 我其實還有點咳 還有我喉嚨也是痛的 只不過我的聲音 終於可以開得回 有正常聲 我在第七天 即今天 開始停不吃西藥 因為我吃了這麼久的西藥 覺得整個人很餓 以及不覺得自己有所好轉 誰知一停之後 我用一種我自己調配的自然療法 我不斷吃一些 好像康蓋師那樣的維他命C丸 然後我就不斷喝薑茶 然後就用maple syrup 一種100%的糖漿 再加一些檸檬來開水喝 我這樣之後 黃昏我已經開到聲 但早上我個人還是很混混 很辛苦的 在英格跟香港不同 香港你一有病 你可以在office hour 附近的診所 看醫生 即時已經開到藥給你吃 你walk in 也可以 真的很方便 但這裏就不同了 甚至登記了GP 她如果要網上 或者你要電話查詢 你的病情是怎樣 叫她幫你出一個prescription 給藥姐師幫你配藥的話 這個過程都需要等一個星期 我愛丁寶的朋友就說 不是這樣的 她那邊就很快 打個電話過去 就立即可以幫你開一張prescription 然後立即可以把儲方 拿去附近的藥房免費拿藥 我這邊就先戴頭盔 因為頭五日至六日 我基本上是無法發聲 所以我沒有打電話過去 但因為我在我的GP的網站 她已經寫明了 如果你網上做這些booking 或者電話的諮詢 是要等一個星期的 所以我就沒有真的 再打電話過去問 她是否真的要這樣等一個星期 因為她白紙黑字這樣寫 當然如果很急 覺得頂不順 有網上的GP 你可以預約 但我當時搜尋過 如果在格拉斯哥 這些網上的consultant 的doctor 排都要排一天 而且真的不便宜 有些就這樣15分鐘收你50磅 未計算過 若要另外付錢 好了不說太多了 今天的新聞就是這麼多 明天見 拜拜